大家好,我是小尹 阿呆还沉浸在昨晚的偷窥中 于是发着枕头摩擦起来 还掳出了不明液体 其实阿呆是个官二代 父亲视线里衙门头头 他收到李普快的消息 说最近村里经常发生抢奸案 不过受害者都是男性 阿呆父亲觉得案件可疑 让李普快不要声张 派他去暗中调查 于是李普快跟手下乔装着乞丐 准备蹲点抓捕 阿呆他们来到一家西洋玩意店 老板发现阿呆对着一个模特歪歪 阿呆跟阿呆看着老国小黄树的同时 阿呆已经找到三年高考 五年模拟的数学精髓勾股定理 阿呆告诉他们 只要有了这个数学考试 一定不会考零分 在回去的路上 阿呆偶遇了心动女孩女主佳佳 搅好的面容让阿呆看得目不转睛 结果当得一生倒地不省人事 周末浪玩 三个好基友又回到了学校 三年落榜的阿呆 依旧拿本书装逼做学渣 阿呆还在做他的下海岛国翻译梦 唯有阿呆一直坚持绘画小黄图 这天听说学校招了一批小姐姐 个个如花私欲还单身 阿呆还发现在小姐姐中 心动女孩佳佳也在 看过这些小姐姐 阿呆画出更加逼真的小黄图 还拿来给好基友看 阿呆看后不但定了 一旁研究勾股定理的阿呆 也不能好好学习 索性一起研究其中的奥秘 他们准备到毛坑掳一发 阿呆先来 阿呆自好拿本书在外面继续装逼 结果他们两个人都被掳走 乔中成乞丐的李补快路过这 发现阿呆随身另排 阿呆跟阿呆被人带到小黑屋绑了起来 两个男的被一个女的观音做脸举高高 第二天一早 打水路过了佳佳 发现了他们 将囚禁他们的布袋打开 可能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他们无地自拥急忙跑开 让一旁的佳佳非常懵逼 阿呆让阿呆先回学堂上课 自己回到小黑屋寻找线索 通过勾股定理判断出 强暴自己的女子身高无耻半 回来的阿呆鬼鬼祟祟引起了阿呆的注意 在阿呆的逼问之下 阿呆将他们昨晚被举高高的事说了出来 阿呆一听 阿西巴你们这些做兄弟的太不够义气了 那么好的事竟然不叫上我 李补快将昨晚剪到的令牌交给了阿呆父亲 阿呆父亲一眼就认出这是阿呆的 他询问阿呆前晚是不是去夜店玩了 阿呆解释道 父亲我这次是抱着毕生的心态去复习 怎么会呢 估计是我晚上买宵夜不小心掉了吧 阿呆找到阿萨跟阿呆说自己父亲今早还说 最近有个女变态很猖狂要他小心 阿呆觉得为了防止更多人受害 耽误自己就是找出这个女变态 阿呆记得女变态屁屁有颗大字 事发当晚还有一种特殊香味让他们打喷嚏 所以晚上三人觉得先从学校的女同学下手 他们在女澡堂外蹲点 准备看看谁屁屁上有颗大字 结果阿呆自没看到口水倒是先流了出来 还被人发现 一记不成再生一记 阿萨收买给予自己化作已久的狗胜 怕他将这些加了蟹药的四支品送给女同学吃 狗胜将四支品交给佳佳 佳佳打开的时候又被老师发现 所以老师就说 同学有好东西记得要分享 毒食难肥 结果老师跟班上的男生都吃了起来 女同学一个都没吃 阿萨在茅厕早已蹲点 就等女生们的来到 随着教室可然气体浓度飙升 还伴随着屁想 阿呆他们迎来了是以老师为首的蹲坑大队 老师甚至还没在好位就失禁了 他们三人非常郁闷 这次计划又搞砸了 看到村里的傻子只好调感一下安慰自己 傻子身上的气味让阿萨打起了喷嚏 他们发现当晚就是这个位 所以一路跟踪到了傻子家 傻子有个马来的漂亮媳妇 他们戳破纸窗 发现傻子媳妇身材玲珑有致堪称疾病 他们越看越得劲 结果纸窗越戳越大被傻子媳妇发现了 拿着棒棒就跑了出来 他没有回房而是躲在角落 还看到了蹲点的离补快 离不怪看到兄弟如此浮夸的女子 目光呆滞 被当成脱轨狂处理 三人逃了出来 阿呆觉得这个位不会错 女变态就是傻子的媳妇 阿萨说不是她 还说出了自己的心酸事 当年傻子的媳妇就是自己的初恋 两人的关系都到了谈婚论嫁 阿萨还看过她的屁屁 在她上茅车的时候 阿萨对着她家空心南瓜来了一发 结果被准岳父看了个正早 两人的婚事也就这样告吹 没有找出女变态 阿呆心里很烦 她在河边偶遇了佳佳 两人就像说好的 你落水我就你的书 阿呆还发现原来佳佳跟自己一样热爱数学 起来了佳佳浑身湿透 那浮夸的胸肌让阿呆小兄弟肩不可摧 为了避免尴尬阿呆只能蹲着 阿呆发现自己爱上了佳佳 在集市还专门为她买了一对绣花鞋 佳佳也觉得自己对阿呆有了好感 因为他们有共同爱好数学 之后佳佳经常请教阿呆问题 阿呆也总能回答 比如这次这个 请计算下月球的倾斜角度 阿呆家至于准备已久的绣花鞋 争与佳佳 佳佳拿到很高兴 之后三人无意间看到一大波女同学在河边洗澡 他们玩水熄系 上演私生诱惑 阿呆还发现佳佳也在里面 令她意外的是 佳佳屁股上竟然有一颗痣 阿呆不敢相信 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佳佳的作案动机 巧巧佳佳来到阿呆家送她毛笔 说要谢谢上次送的绣花鞋 之后阿呆将佳佳带到小树林 正当我们以为要上演坠子的期待画面的时候 阿呆质问佳佳 为什么叫小黑屋要对大家做那些事 佳佳很委屈 伤心的离开了 当晚又有人被抓 带到了小黑屋 第二天一早又是打水了佳佳发现了受害者 不过他们一致认为女变态就是佳佳 所以佳佳被逮捕受刑逼供 阿呆知道自己错怪了佳佳 因为案发时自己在跟佳佳见面 阿呆去到大牢问佳佳为什么不给自己辩解 佳佳解释道 我说了他们会相信吗 所以阿呆决定一定要找出真凶 还佳佳一个清白 他们发现路上的三个混混很可疑 本想跟踪人家 结果反被跟踪 关键时候三个好机友还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大难领头 各自飞 强行卖队友 不过阿呆这对挨打不是白兽的 诊所老板所用的药品味道 跟那碗小黑屋的是一样的 老板还说这款药品对下体血液行丸很有用 能让男人穷震雄风 关键只有在村头的西洋店才能买到 他们立马动身前往西洋店 阿呆通过勾股定理算出西洋店最佳偷看位置 还听到女老板说今晚要去小黑屋举高高 他赶紧通知李不快的乞丐手下报信 让羡慕他们已久的阿嫂去救幼儿 结果阿嫂跟弟弟都被绑了 但女变态嫌弃阿嫂的小兄弟太小 选择跟他弟弟举高高 结局的最后 女变态被李不快抓了 他抓男人去小黑屋的目的 就是为了提高猛男药高的销量 大家最后还依赌他的阵容 真是辣眼睛 佳佳被无罪释放跟阿呆堂吉的恋爱 还在小黑屋旁黑朽 至于阿嫂跟阿猛马 他们看到村里的傻子来了 让他手上的糖沾下西洋店独家猛男药高 结果下体异常为猛 让村里的人羡慕不已 傻子媳妇看到更是直接拉进房里 做不可描述的事 一连坐了几个小时还停不下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